8月28号大陆推出了2023年的标准地图 很多国家都有所回应 那当然印度也有所回应 因为把这些争议的地区画进去 所以印度外交部长就讲了一段话 他说这个做法会提出强烈抗议 在集团体前发难 所以未来可能会怎样 不排除会降低接待的一个规格 今天下午佑老师讲得很详细 介大使讲得很详细 我让佑老师你来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不去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严重 习近平不去集团体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因为我们习惯成自然 以往大家谈到G20的时候 总是会觉得是一个 算是中产阶级俱乐部了 高产阶级的话是G7 对不对 那中产阶级俱乐部的话 大陆能够参与予有荣焉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说这里头的主场 虽然在印度办 其实这个里面都是听美国的话的 那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陆终于了解到 美国本身是怀着敌意 怀着恶意的情况下的话 而且你这次到印度 有三件事情 习近平去了 得不到任何的好处 第一个 美国本身的态度非常高傲 因为大陆就是强调出说 美国对中国态度一定要平等 这是很正常的要求 然后第二个 印度本身的话 想借这个机会闹事 因为莫迪本身来讲的话 在美国的国会得意的不得了 飘了忘掉了 一度还考虑要改国名啊 他自己想到说借这个机会 还要在中印边界演习 那习近平他去的时候不是给他难堪吗 第三件事情 刚开完金砖峰会 正在准备打对台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是算是一方之霸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跑到你这边去 要找这种麻烦呢 好 话说回来 如果G20没有中国的参与 剩下什么 能够做什么决定 所有能够做的决定 在金砖峰会里面都做完 金砖峰会刚扩大现在十一国 那你现在剩下的原有的这种结构 包含了西欧跟北美的这些国家 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因为正在支持乌克兰 你现在讲到 因为资源一场战争对美国来讲 我坦白讲 布林肯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泽泉斯基不稳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泽泉斯基担心害怕 看到川普的气势这么旺 然后接下来会不会继续 川普说他一旦当选以后 24小时内就要停止 那怎么停止 他当日叫做乌克兰认怂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唯一现在整个G20的国家 为了要维持继续支持这种 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战争的话 如果没有中国参与 那不就是凉了吗 那你怎么样 你做成什么决议会有实质的效果 你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你现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习近平没有参加 这次G20的风险 我在想 我在想 很多人在讲 搞不好APEC他都不进去 搞不好 你觉得 因为现在按照我们这样分析的架构 如果说中美现在这种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跟制裁的态势上 如果是不敢 每次都又要想来中国 回去以后 又要说出一些狠话来讲的话 你搞了几次 基本上狼来了 最多也只能够忽悠三次 你现在搞了好几个人了 都是说这种情况 之前这个莫迪把上和峰会 等于是搞黄了嘛 他自己就是 反正就是说 能够来都不要来 什么就做了很多事情 习近平不去的话 就是一事无成 G20就已经凉了是吧 大家都可以洗洗睡了 不是 因为你最主要 G20比原来的目的 它是一个经济组织架构 对 那你现在发展经济组织的话 美国现在在升息的情况下 对于经济的发展 是有坏处的 很多的G20剩下的国家 大部分来讲的话 都天下苦美元已久 对不对 这个是讲的实话 那你现在唯一手上有美元 又能够支援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 只有中国 如果你不来的话 那没办法做出决议 没有办法达成决策 那还好有经浄国家 那所以说 就为什么经浄国家 抢着加入 大家就会发觉说 只要有利可图的机构 都愿意参加 那无利可图的话 那当然它量是自然量 好 最后一点时间 我让季大使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 今天最新消息 美国又延长了 对352项中国进口商品 跟77种防疫商品的 关税豁免 把它延长到12月底 本来是到9月底 雷蒙多回去之后 你说这是一种善意 要营造这个 IPAC能够有这个败习会吗 其实这个豁免的 两百三百多项 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非要靠中国大陆进口 而且给它加关税的话 对美国造成伤害 这都是 因为美国有个 贸易调查委员会 美国这个 所谓的那个贸易代表 办公室 他常常要接受 这个美国的这一项 进出口厂商的陈情 那他接受过好几次陈情 他们就会说 你到达一个标准 这个东西 我如果加19关税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 或你对你的产业造成 强大的伤害的话 那他就把你豁免掉 所以这些都是美国 这个贸易代表公司 自己去研究出来 然后另外就厂商来反映 所以他就说 那我加增的关税 这个就豁免掉了 所以一共累积了300多项 这个每次都研 因为他不研的话 是伤害美国更厉害 你没办法不研 整体来说的话 美国进了中国大陆 总值3500亿的这个货品 不是进 3500亿 加增了19.1的关税 这是很大的一笔 本来一般国家的话 可能那3500亿的卖 就卖不到美国了 可是很奇怪 去年美国的这个 事实上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不减反增 基本上中国 我记得好像是6900亿吧 整个总数6900亿 然后双边加起来 然后中国卖了 大概卖到 卖到美国3600多亿 然后美国反过来 没有 5000 中国大陆卖到美国5000多亿 5000多亿 美国是1000多亿 所以中国大陆有3000多亿的入超 所以就是说 美国这个加增 19%关税是没用的 那这个豁免继续 继续 美国不敢加关税的部分 他就继续不加关税 因为事实上 从纯经济理论来讲 美国加增中国大陆关税 是一个错误的经济决定 可是问题呢 这个决定是把经济放在那边 是从政治考量的 所以美国是政治压倒经济 所以你说美国的经济会好吗 通常用政治的目的牺牲经济 达到政治的目的用经济牺牲 这个对中国加增这个客观关税 就是这个问题 那提使雷蒙多 他本人是反对加增这个客观 因为税基本上 关税基本上都是买方在负责 也都是美国的消费者在付那19.1%的关税 那谁赚的呢 是交到美国的国库 那交到美国国库有什么用呢 国库是最浪费的地方 政府是最没有效率的地方 那你就浪费了那个1000多亿好了 1000多亿美金 因为回过头来1000多亿的话 那美国的物价搞不过不会涨得这么厉害 因为你那个增加 把那个物价都抬升起来 是你政府抬的物价 有很多事情加了政治因素特别复杂 但现在这个拜登要选 然后去选举接近 这个问题会更加复杂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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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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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